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克里米亚方向最新的消息 在克制海峡,昨天乌军出动了无人艇 无人自杀式的一种快艇 攻击了一艘俄罗斯的运游船 乌克兰的军事情报总局也公布了现场的画面 地点是在克制海峡这个方向 这艘船是辛格号越游船 可以看画面攻击运游船的现场视频 海上的无人快艇在距克制海峡30英里处 攻击了俄罗斯的辛格号西格号越游船 遭袭击的游轮是悬挂俄罗斯国旗 另外俄军还发现了两艘乌克兰的快艇 另外两艘快艇被俄军成功摧毁 俄官方表示 无人快艇已被摧毁 没有人员受伤 辛格号现在受重创 目前已经无法继续航行 已经被俄罗斯方面封锁起来 在克制海峡南部对他现场进行了封锁 这是西格号爆炸现场的画面 当时是在舱内 刚才大家可以听到 西格号受损现场的无线电呼叫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西格号的受损是非常严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整个的西格号爆炸以后 驾驶台被完全摧毁 那么整个的轮机舱已经被水淹没 西格号的右旋被无人机 无人艇摧毁 那么整个的右旋已经被 可以看 已经被炸出一个大洞 包括船员休息室的天花板 你可以看已经变形 爆炸威力非常强大 船员的休息室 大副 二副 包括船长的休息室 也被完全摧毁 这个西格号呢 它过去啊 是悬挂土耳其国旗的 8月1号呢 西格号呢 在黑海西部 俄罗斯当时呢 派出了巡逻艇啊 对它进行护航 当时呢 它悬挂的是 登记为土耳其的国籍 而且当时乌军就出动了 两艘的无人快艇 对它进行攻击 俄罗斯的巡逻艇 摧毁了两艘快艇 那乌克兰军方呢 表示啊 黑海粮食协议 俄罗斯方面呢 拒绝执行 所以乌军呢 对民用船只的袭击 是对俄封锁黑海的报复 乌克兰的军事情报总局 以及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 都承认参与了 对西格号的袭击 那么西格号呢 是最近啊 才刚刚的更换了国籍 换成俄罗斯的国籍 而且美国方面 早就对西格号呢 进行了制裁 所以乌克兰一直在寻找 这个西格号 要摧毁它 西格号为什么乌克兰盯上它呢 是因为西格号是目前黑海方向 俄罗斯最大的运游船 因为黑海有个特殊的原因啊 黑海呢 它的这个 伊斯坦布尔 波斯普鲁斯海峡 大型的游轮是很难通过的 所以像西格号这样的吨位 已经是黑海最大的 运游船了 其他吨位的运游船啊 实际上很难进入黑海 因为无法通过伊斯坦布尔这个海峡 波斯普鲁斯海峡 所以呢 乌克兰方面主要攻击西格号 就是要摧毁俄罗斯 他通过黑海运游的这个能力 那么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马柳赫 叫瓦西尔马柳赫 他呢 今天也证实在说法 马柳赫呢 说 俄罗斯联邦船只 或克里米亚大桥 发生的任何 成功的袭击 都是向敌人 迈出的绝对合乎逻辑 且有效的一步 而且呢 此类特种行动 是乌克兰领海内进行的 完全合法 因此如果俄罗斯人希望巴沃夫纳号停止 我们应该利用唯一的机会 离开俄罗斯 离开乌克兰的领海和我们的土地 他们越早这样做 对他们来说就越好 因为我们将在战场中彻底击败敌人 乌克兰方面呢 实际上是首次承认 他袭击了西格号 乌克兰的安全局局长马柳赫 和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 布达诺夫 都承认参与了黑海地区的 这个无人快艇的袭击 那么下一步可能俄罗斯会对 乌克兰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的军事情报总局 这些高层领导呢 进行定点打击 那这次袭击 西格号的无人快艇呢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呢 携带有450公斤的天梯 这是乌克兰媒体报道 西格号呢 实际上呢 两周以前 乌克兰方面呢 国防部已经发出警告 7月21号临时起 所有在黑海 驶往俄罗斯联邦海港和位于俄罗斯联邦暂时占领的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港口方向的船舶舶舶 可能被乌方视为载有军用物资 以及其相关风险 那么乌克兰呢 将对其进行打击 所以这次打击西格号呢 也是啊 大家可以看 在克里米亚大桥附近 打击西格号也是对俄罗斯封锁 黑海的一种报复 梅德维杰夫呢 今天也发表了讲话 对西格号遭袭 他说 混蛋和政客只理解残酷和武力 显然他们仅仅袭击奥德萨伊兹梅尔等地是不够的 如果基辅败类想要在黑海制造一场生态灾难 我们就必须把他们放在 他们很快将落入波兰领土的那部分土地上 在那之后几个世纪里都会发愁 这将是他们关于粮食交易的最终决定 那他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 也就是说梅德维杰夫再次警告乌克兰 在黑海方向 俄罗斯是有使用战术核武器能力的 所以在黑海制造一场生态灾难 也就是说俄罗斯要在黑海动用核武器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威胁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在克里米亚大桥方向也进行了重新的部署 那么首先呢 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围栏 三道围栏 拦截这个无人快艇 可以看这个围栏的这个构造图 这种围栏 它可以防无人机 也可以防这个水下的潜艇 这个围栏呢 现在呢 看是BK16项目 20公里长 另外呢 俄罗斯还在黑海方向啊 准备配备新的巡逻艇 新的巡逻艇要在克里米亚大桥这个方向 进行巡逻 所以俄罗斯未来呢 在克里米亚大桥方向啊 俄罗斯方面会部署更多的军力 乌克兰方面呢 也会持续使用这种无人艇 这种无人艇呢 现在呢 俄罗斯发现啊 这种无人艇 俄军的雷达很难发现 像昨天呢 这个乌克兰的无人快艇呢 就袭击了俄罗斯的一艘登陆舰 目前呢 俄罗斯的这艘登陆舰啊 它现在已经返回到了俄罗斯的母港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它的右旋呢 已经破出了一个大口 所以它很难再继续执行任务 可以看到 它现在俄罗斯的这个 奥列尼格尔斯克矿工号 目前呢 已经被拖回港口 这是昨天啊 奥列尼格尔斯克号矿工号 遭乌克兰的无人快艇 昨天打击的画面 现在乌克兰的这种无人快艇啊 实际上呢 是经过了升级的啊 俄军很难发现 所以这种快艇可能会成为未来乌克兰的一个杀手锏 就在黑海方向封锁俄罗斯的那个能源 补给通道 那这样的话 整个克里米亚啊 整个克里米亚啊 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局势 也就是俄罗斯封锁奥德萨 而乌克兰呢 也有能力封锁俄罗斯 在克制海峡 包括在塞瓦索贝尔这个方向 这个无人快艇呢 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 它是在多脑河河口发射 那么进行了一个V字形的折返 那说明上 第一点 它能够行驶非常远的距离 而且能够非常准确的找到啊 俄罗斯的游船 也说明了定位 那实际上呢 袭击俄黑海舰队的登陆艇啊 以及这次的西格号 乌克兰呢 都出动了北约的无人机 就北约呢 现在在黑海方向 使用这个侦察机 为乌克兰的无人艇啊 进行定位 乌克兰军队的空中和海上的无人机 实际上呢 发射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凌晨 然后呢 在天亮之前 到达新罗西斯克方向 进行埋伏 最终确认位置以后呢 发起攻击 除了这个海面上的无人艇以外呢 空中也发射了云轮无人机 发射了18架 所以昨天对克里米亚的 也进行了云轮无人机的打击 实际上黑海方向 现在来看呢 整个无人艇进行了升级 航程更远 威力更大 而且呢 是有隐身功能 俄军的雷达很难发现 那么无人机呢 乌克兰方面也进行了升级 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对乌克兰的无人机 虽然能有效应对 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 它的数量庞大 所以在整个克里米亚方向 乌克兰在使用这种无人艇 以及无人机和俄罗斯呢 进行非对称战 这种非顿称的战争呢 可能会完全封锁俄黑海舰队 在克里米亚方向完全封锁 你虽然能够占领克里米亚 但是你这黑海舰队很难出海 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 俄罗斯虽然控制了克里米亚 但是俄黑海舰队很能像过去一样 能够完全 也说俄黑海舰队呢 被完全封锁在了克里米亚的附近 沿岸附近 你很难出来 出来就容易遭到无人艇的攻击 那么就很难通过 东地中海这个通道来控制 包括红海 包括埃及的苏伊士运河 以及叙利亚这个方向 东地中海 俄罗斯方面就很难再控制 所以现在呢 这个无人快艇 可能会改变整个黑海的局势 这是我之前一直在讲的 俄罗斯普京的目的是要控制克里米亚 然后呢控制黑海 通过控制黑海 影响东地中海 那么现在无人艇把黑海舰队 封锁在了克里米亚周边地区 那就限制了俄黑海舰队在黑海的行动 那么普京即使能够占领克里米亚 他也达不到自己的战略 我觉得这是北约现在呢 升级乌克兰的无人艇 包括对克里米亚进行 这种非常精确的打击的主要原因 就是要把俄军完全封锁在克里米亚周边 不让你出克里米亚 不让你黑海阶队能够影响到整个黑海 这是现在北约的目的 那如果这个无人艇俄军没有很好的应对能力的话 那么实际上俄罗斯方面 在克里米亚的整个战略可能会失败 也就是即使控制了克里米亚 他也无法控制黑海 那这样普京就失去了对黑海控制 那么可能未来呢 北约方面对黑海 包括对亚素海 这个亚素海方向 北约会有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 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那这是今天的黑海方向最新的消息 这个无人快艇以及无人机 未来呢会成为黑海方向 俄乌双方作战的主力武器 所以呢乌克兰方面 俄罗斯方面 未来针对无人机 针对无人快艇 都会有更多的行动计划 我呢也会持续关注 黑海呢实际上决定了整个东地中海 也就决定了整个南部欧洲的安全 那围照着黑海克里米亚方向的 俄乌未来呢 争夺会逐渐升级 我也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我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